好 今天我们就带您看到 这是林祖建厂传出的消息说 南韩两大科技大厂三星跟LG 他们未来就退出笔记型电脑的市场 不做了 这个其他人去玩 那么我们台湾的双A品牌 华硕跟宏基就有机会来抢占 LG还有三星他们本来的笔电市场 其中二合一的装置将会是今年的主要成长动力 当每一架NB大厂都在争相推QuarmBook的时候 LG却反其道而行推出了Quarm PC LG在今年CES展上率先展出全球第一台搭载Google Chrome OS作业系统 21.5寸一体成型的液晶桌上电脑成为市场焦点 不过在这之前LG早就打算要淡出PC市场 转向平板手机靠楼 Chrome这个作业系统在以前Windows这个独大之下 它如果串出来变成是第二个系统 甚至说之前的鸿海董事长 它有压住另外一个火狐系统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新的作业系统出来 或许会重新让这个NB市场出现一个起死回生的状态 一口气在CES展上推出三款Pro系列新平板 其实三星也正打算淡出PC市场 其他还有DAO NB产品也宣布下市 会普改工商用电脑 而联想也在转型当中 为了NB市站排名准备大洗牌埋下伏笔 平板板大尺寸的发展它其实就已经略或多或少 已经侵蚀到原本的NB市场 甚至传言说苹果今年要推出大尺寸的平板 事实上这都是考验着这个NB市场的成长性的问题 你不要认为这是个利多消息 其实事实上它对国内的NB业程来说是一个短多 但是可能是一个中长控的局面 韩国大厂决定不完了 台湾双A品牌当然是乐得拍拍手 积极抢攻二合一笔电市站 不过NB代工厂包括人保与广达 恐怕就面临抽单命运 成为今年初电子业头号坏消息 三讯许熊李轩综合报道